不久之前,袁永怡和张志玲因为第三次在节目上举办婚礼而遭到了网友的群潮 不仅路人员拜光,连粉丝都纷纷脱粉 陪伴了袁永怡一起走过24年的影迷会也宣布观战 在娱乐圈里,明星人设崩塌翻车导致粉丝大规模脱粉并不是新鲜事 不过这种情况在年轻偶像身上更常见一些 已经在娱乐圈混迹半生的明星突然遭遇粉丝大规模脱粉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 但也有个例,比如王杰 当年王杰因为嗓子被毒雅一事,起初网友纷纷表示同情 然而不久之后,事情却出现了反转 导致王杰粉丝大规模脱粉,王杰也因此清空了之前的微博 究竟当初是发生了怎样的反转,才会导致王杰的粉丝大规模脱粉呢? 王杰当初嗓子被毒雅的幕后真凶又是何人呢? 娱乐圈多丑陋多难看,多淫荡的一面,我全看过 包括一些巨星,我也亲眼看过他们干的那些不是人干的事 2014年上世纪末的传奇歌王,王杰在采访中和主持人侃侃而谈 在他口中,四大天王是四个东西,四只怪物,公开怒怼张学友 你不是歌神,你如果是歌神,那么杨坤寒红就成释迦摩尼佛了 可能在他眼里,自己的地位要比四大天王多高 似乎他一直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曾在娱乐圈叱咤风云过 可惜,如今他留给众人的除了几首经典曲目,就只剩下一则嗓子被毒哑的新闻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歌坛一直是坦章争霸的局面 各大奖项都有二人包揽,王杰的出现让这个局面开始改变 随着谭永林宣布不再领奖,张国荣退出歌坛 王杰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开始变得举足轻重 然而娱乐圈毕竟是个名利场,以太过得意,自然就会阻碍到别人的利益 为了瓜分歌坛这块蛋糕,香港各大唱片公司开始发掘培养新人 香港四大天王应运而生 1991年,王杰口中用来对付他的四个怪物集结完毕 为了不被打败,王杰拼命创作发行新专辑 可惜,娱乐圈向来现实残酷 因为四大天王的出现,让王杰的专辑销量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高负荷的工作和精神压力,让王杰患上了厌食症 每天只能靠咖啡续命 直到医生告诉他,如果再不停止工作 最多能活六个月 王杰才不得不暂停工作,移居加拿大进行修养 病情有所好转后,王杰重新开始工作 不过因为身体原因,王杰一年也只出一两张专辑 在此期间,飞碟唱片被华纳唱片收购 以前飞碟把王杰当成宝贝,不遗余力地力捧他 而在歌手众多的华纳,王杰明显不能再拥有最好的资源 后来,王杰又转头到了玻璃佳音 可惜这家公司的实力明显不够 没过多久,也被母公司收购 因为这些原因,王杰在加拿大期间发行的唱片成绩都不理想 1999年,王杰回港,凭借专辑《伤心1999》 重新证明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 英皇看到王杰实力尤在,于是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并且是一份长达十年的合约 对于当时的英皇来说,以王杰的人气和地位,一哥不容置疑 王杰也很有大哥的风范,不遗余力地帮助公司捧新人 荣祖儿、谢霆锋、Twins的人成名都离不开王杰的帮助 公司重视王杰,王杰帮新人带新人 看上去投桃暴力,一片祥和 其实私底下早已暗流涌动 英皇娱乐和一般唱片公司在经营理念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英皇娱乐致力于打造明星 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 捧红护得人气与流量是最终目的 王杰一直是创作型歌手 喜欢音乐,喜欢写歌 专辑里大部分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可是英皇却不需要他亲自写歌 只要负责唱就可以了 他们需要王杰把有限的时间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 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至于写歌这种事情,有的是人可以做 正是这种观点上的不同 让王杰和英皇高层之间产生了矛盾 也因此导致了后面散伙的局面 随着新人的不断出位 王杰不再是英皇唯一的大牌 尽管王杰劳苦功高,资源还是不断下降 人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随着矛盾越来越深 英皇开始有意打压王杰 从压着他的演唱会门票不卖 到孤立排挤他 最后干脆直接雪藏他 与英皇的合约到期后 王杰当众发言 说自己在英皇期间被后背下毒 毒哑了嗓子 2010年10月份 王杰在参加非常近距离时爆料 同事在饮料里下毒 把他嗓子毒呀 这种毒药是一种叫牵的毒 也就是少数水银 他称 某天下班有位助手给他倒了杯咖啡 喝完之后的四五个小时 王杰的脖子脸开始肿大 嗓子失声 眼睛快要爆出来 经过医院检测 王杰中了水银毒 对方下手很重 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助手陷害的 王杰说自己当天只喝过那杯咖啡 并且纸杯还留在家里 听到王杰的描述 主持人李静吓得张大了嘴巴 眼神里充满不可思议 这期节目播出后 毒雅之事迅速引起巨大争议 四大天王成为人们怀疑的第一对象 因为在自爆毒雅之前 王杰刚说了自己被四大怪物打压 之所以给王杰下毒 无外乎因为有仇 或是为了利益 紧接着通过王杰在采访中给出的信息 大家把既和王杰有仇 又有利益关系的谢霆锋 锁定为了第一嫌疑人 众所周知 当年谢贤把儿子牵给杨寿成 是为了让殷皇力捧谢霆锋的 一个是歌坛的老前辈 一个是发展势头正猛的偶像歌手 原本势均力敌 可是谢霆锋毕竟是有后台的人 而王杰则频频跟领导意见不统一 渐渐的殷皇的天平开始倾斜向后者 2001年王杰举办演唱会 粉丝们一票难求 然而演唱会当天却发现空了很多座位 据说这正是因为谢霆锋和公司高层哭诉导致的 虽然殷皇老板杨寿成三番五次解释 没有这回事 但粉丝们信以为真了 至此谢霆锋吓要多雅王杰这个言论被广为流传 可王杰不仅没有澄清 反而给这个定论打了一针催促剂 自爆细节一个月后 王杰在《非常凤凰道》节目中又讲起了这事 他有意无意提到 幕后主使是位年轻人 王杰总是在公开场合显得悔恨痛苦 但是他又表现出难得的宽容 如果这个年轻人抓到 他在香港他大概已完蛋了 倒不如让他知道我知道是他 让他难过一辈子 内心愧疚一辈子 这无意于是给谢霆锋下药毒 盖棺定论 为了让谢霆锋彻底认罪 粉丝和网友化身福尔摩斯 开始仔细收集证据 收集着收集着 大家就发现不对劲了 首先是有人发现 王杰对于事发当天的讲述 前后差异太大 王杰第一次讲述自己被下毒时 说自己是在喝完咖啡之后 四五个小时才出现反应 而在之后的采访上则说 自己在喝了咖啡之后 不到一小时就出现了反应 对于所中的毒 起初王杰说是水银中毒 之后又说自己记不清 那个专业名词了 第一次说自己毒牙事件 发生在五六年前 结果童年就在另一个节目上 嗓子九年前坏的 这一切的一切就好像在把观众当傻子 前后不一的描述 或许是王杰为了夸大效果 或许是真的说错了 这些却为大家怀疑事件的真实性 而埋下了伏笔 其次是关于下毒的动机 根据王杰的讲述 他被下毒的大约是在2007年左右 那时正是他拒绝续签合同的时候 公司真要是想要毁了他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真要下手 肯定是不会让谢霆锋去的 毕竟那时谢霆锋已经是英皇的招牌 宝贝的很 公司又怎么会让他去冒着险 或者也可能是谢霆锋自己想要下毒 而谢霆锋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转战影视圈 跟王杰已经基本上没有资源交集 又怎么会在两年后特意跑去给他下毒 香港渔记是出了名的厉害 即使扒不出真相 但至少会报道王杰哑了这件事 为何当时香港一点风声都没有 只在内地活了 就连内地低渔记卓伟都用名誉保证 下毒之人肯定不是谢霆锋 连最大的嫌疑人都被排除了嫌疑 也让大家对这期找不到真凶的事件产生了怀疑 歌手的嗓子被毒哑 这么严重的事件 作为当事人把经过计错发生时间计错 恢复时间全部计错 这真的合理吗 经过这么一脑 很多王杰的死忠粉迅速脱粉 因为他们挖出了一个震惊众人的大瓜 毒哑王杰的就是王杰自己 毕竟最了解偶像的就是粉丝 王杰在很久之前的采访中表示过 自己很喜欢那种有些沙哑的嗓音 遗憾自己没有 后来他开始刻意练习 有时还会提前把嗓子弄哑 然后进行录制 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多年利用错误肌肉发声 积劳成疾 外加抽烟酗酒 声带受损是迟早的事 通过这些 再加上从采访中截取的一些重点信息 王杰自导自演这出中毒大戏 变得合情合理 有理有据 中毒一事再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真真假假很多圈内人士都绿之一二 却始终没人站出来发声 曾有人说成龙会在百年之后 把娱乐圈的大丑文写成书 书中会有毒雅王杰的幕后主使 可真有幕后主使吗 下毒事件不管是确有歧视 还是王杰自导自演 都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毕竟这两种答案都和人性的卑劣分不开 被伤害的都是无辜的人 前者伤害的是一个歌手 后者伤害的是所有 曾为他鸣不平关心他的人 或许这宗悬崖始终没有定论 才是最好的结果